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电气企业爱丽丝等等 无独有偶 台湾的高科技企业 人宝 业达等公司 也准备将生产版图移出中国 那么这种趋势到底是美中贸易战波及的结果 还是中国投资环境自身恶化的效果呢 那么其导致的连锁反应会是什么 这引起了不少的揣测和担心 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有关滴滴打车 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滴滴打车 近日再次发生女乘客遇害的事件 上周五20岁的女乘客赵某搭乘滴顺风车时 被27岁的四川级司机钟某强奸并且杀害 据媒体报道 过去四年来至少有53名女乘客 曾遭到滴滴司机的强奸或者性侵 滴滴公司目前已全面暂停了拼车服务 那么作为全球最大的出行服务平台 滴滴公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由此可以追问一下 中国的共享经济是不是本身出了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老朋友 一位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亚良教授 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 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他通过skype和我们联系 与以往一样 我们的节目将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推特 Facebook 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播出 欢迎各位发表您的意见 我们来谈一下第一个话题 我们知道目前有一波撤资潮 就是中国的外资企业 那么对于这个现象 夏教授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 美中贸易战波及的效果 还是说中国的投资环境自身出了问题 其实这种撤资潮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三四年前就有了 比较典型的像李嘉诚 还有一些日本的一些企业 当时要求撤资 但是中方设置了种种的障碍 那我认为就是说 总的来讲是大的环境 尤其是过去的那种准市场经济环境 发生了倒退逆反的现象 然后中国没有一个司法独立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 所以造成了整个的投资环境的恶化 有很多的外商在中国的 整个的受到的影响 包括在公司里面 外资企业里面还要建立党支部 建立党委 还有建立工会 过去外方不太担心这些东西 但是近年来 中方尤其是中共 对一些外资企业加强了这种渗透和控制 让他们感到很不爽 再加上整个的外部竞争环境 司法环境的这种恶化 使得他们觉得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明显增大 另外呢就是说 对资本的这种流动控制也比以前严多了 你像过去 如果要是讲你在中国投资有了盈余 当然不是说全部能撤回 可能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回到母国 而现在呢就是说这种难度是越来越增大 那么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外方对中国未来没有信心的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概括 但是因为现在美中贸易大家都比较关注 所以有很多人在关心 是不是美中贸易战本身对现在的这个撤资潮有所影响 那么夏博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因为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很多公司 另外让我一个比较致敬的 还有一个就是三菱公司 那么三菱公司的生产厂家在中国 基本上全部就撤走 那么转移到印度 这里边有一个短期的效果来看 中美贸易战应该是骆驼边上的最后一份稻草 那么引发了大规模的经济上的 就是外资投资者的这种恐慌 应该说引发了大规模的这个撤退 不仅是日商 甚至我们看到包括台商 还有其他的欧美的资本 也现在在犹豫了 也有在离开 这里边我如果分析一下 刚才叶良也讲到 其实是一个长期过程 那么是过去的十年 一个就是过程 这里边有中国的就是战略的和政策的失误 也有中国政治上的各种的那个倒退和变化 那么引发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恐惧 那么我现在就讲几个具体的政策 中国的失误 一个其实中国的企业的倒闭潮 制造业的危机了 从2007年其实就在开始 因为它的制造成本在不断的增加 无论是地价还是工资 当时又增加了就是工人的各种 那个社会福利的保险等等 那么就使得中国的就是制造业的成本 在那个增加 但是制造业成本增加了 那你有不同的那个做法 一个就是升级换代 但是升级换代了 中国政府了在搞所谓的成龙换鸟 但是它的劳动力了 它的数字了跟不上 所以它把制造业了 所谓的污染的制造业挤走以后 它并没有办法进入到高端的 所谓的有高附加值的这些那个产业链条去 而金融风暴2008年爆发以后了 西方国家的整个金融的那个就是重组了 那么带来全球的生产链条和企业的 这个生产链条的跨国公司的重组 那么这个重组面对着中国的政治环境的一些恶化 风险越来越增加 还有我刚才说的劳动力成本和地价等等 还有中国的这种优惠政策也逐渐变在消失 或者在失去了吸引力 因为周边的国家像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等等 表现出更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所以就引发了国际的这个就是生产链条 重组 这条链条基本上是由欧美在那个控制 无论通过技术还是通过市场 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中国给绕过去了 孝博士 您在讲的是2007和2008年 那个时候背景来观察目前的现象 那我想起何清廉先生在2009年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是谈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三波的测试潮 他在2009年写的那篇文章 其实就是以20072008年作为背景的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 他教授你觉得目前我们观察的这个测试潮 是从2008年持续到至今吗 还是说它是另一波测试潮 我觉得一方面是延续 另一方面有一些新的阶段性的特征 刚才联系到这个中美贸易战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战 不仅仅急眩于贸易本身 它其实包含着价值观 包含着对市场规则 国际规则的遵守 以及整个的西方世界 对中国现在的所谓的一带一路战略 向外扩张的这样一种不满和警惕 由过去的一开始只是观察 后来发现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么现在整个西方国家 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识 要制约中国 大家另外也看到了像美国跟欧盟之间 已经达成了零关税的这样一个协议 昨天前几天 美国又跟加拿大又在磋商 看来这个NAFTA 也就是北美原来的自由贸易协定 虽然讲原来的框架是有些缺陷的 现在正在修补 可能要建立一个新的完整的一种贸易框架 所以这都可以说明了这个世界 可以说离开中国世界不会有大的影响 而中国离开了世界 它会步步的走向这种衰亡 那么你提到这个规则的问题 我看有一种观点 也是学者的观点 和你的看法是相似的 就是讲到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腐败因素 我想请夏博士谈一下 你觉得腐败这个因素 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困境 它具体的障碍是什么 因为尽管习近平在过去几年 所谓的在反腐 但是他的反腐作为一种权力派系斗争的工具 其实根本就没有改善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态环境 所以他的经营成本其实也在增加 再说了 他在反腐的情况下也带来了所谓的戴政 那么戴政也就是说国家的公务人员 在许多的事情上都是在相互推诿 无所作为 那么使得中国的投资环境相反了会更一步的策划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 习近平他在政治上的倒退 包括国际民粹 包括中国的整个意识形态 他的反改革 反开放的这种倒退了 那么使得中国的政治风险增加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那么使得外资和国际资本对中国一种恐惧了 在逐渐的退缩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补充一下 就中国的各种管制政策也在发生一个变化 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对货币的控制 就是对资本的自由进出 尤其是出 因为他如果现在只想大家进 在控制兑换率 控制资本出 那么这样的话当然就会让 许多那个外资外商 我觉得就抱有更大的怀疑态度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谈一下 就是目前你们觉得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这种处境 相比其他国家来讲 中国还有没有什么优势 夏教授 中国的优势就是市场广阔 消费者群体庞大 哪怕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 产品质量不好的情况下 都不愁销路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中国老百姓 当然比过去的这种要求更高了 但是总的来讲 哪一个外国企业 进入了中国市场 还是能够获得相当的这种利益 所以呢 外方之所以忍痛放弃 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市场 一定是觉得无法容忍了 长期以来 那么多的负面的因素 他们都容忍了很多年了 现在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 包括像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像台湾的郭台铭 他在中国大陆投资非常的广泛 居然他现在也开始撤离 这个当然也跟川普总统 就论之后 提出了很多的这种鼓励 外国企业进入美国 也鼓励美国企业撤回 然后给很多的这个优惠 跟这个政策 美国这样一个政策 也是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更主要的 就是因为中国做事情呢 没有给别人一个稳定的预期 对未来的这种投资环境风险 都没有一个实陈的把握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 普遍的撤资 那么现在我们谈这个撤资的潮流 其实老百姓 他们更为关心的是 它所造成的影响 特别是失业的问题 就前不久呢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 深圳在这波撤资潮的影响下 失业人口已经有40万 那我想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想请夏博士谈一下 就是这种大规模的失业 对中国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是 我刚才也讲到 就2007年的这个企业的倒闭潮了 其实在2008年金融风暴中 也已经看到 当时官方报道 至少就是3000多万的农民工了 那么回到乡下 回到那个就是原籍 从那个2008年到今天呢 这个整个生产环境就没有改善 有不断的就是企业在倒闭 尤其比如说我们像看东莞 东莞呢 基本上它的很多的企业 就现在逐渐空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工呢 那个我们说到有几亿的农民工 有的人说是两亿 有的人说三亿 他们呢 现在逐渐回乡了 给农村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也看到 包括农村的治安环境呢 也越来越恶化 对中国政府来说呢 它的维稳的成本呢 也在增加 另一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 当农民工呢 在那个失业以后 它有一亩三分地 或者有一些 那个小小的一些积蓄了 它还可以混几年 但是一旦这个经济的下行 成为长期的趋势 他们自己的一些积蓄 给花光了 然后呢 又没有未来的就业的 那个前景 和希望了 那我就这种受挫感 和这种愤懑呢 会带来的社会的 这些后果了 包括我们待会 你刚才也提到 要讲的滴滴案 包括这些 出外务工的这些农民工 他们的这个就是挣扎 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 或者是刑事案件增加等等呢 那我觉得都是 会有很大影响 那么从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谈一下 在政治上的影响 那么现在呢 很多人提出 目前的这个撤资潮 经济危机 经济下行的趋势 还有对社会的影响 有可能造成 对中国执政党的 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那夏教授 你能谈一下 这个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呢 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 其实不是执政党 自己说了算 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民 他们通过 如果没有政治权利 来给他们公开的表达的话 他们会以其他方式来表达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 就是用脚投票 就是说我惹不起 我就躲开 对吧 实在在国内待不下去 我就跑 所以现在呢 中国中产阶级 像海外逃亡的这种 资本逃亡 然后加上人啊 亲戚 包括这个子女在外 进行教育 接受教育 这些事儿越来越多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他没有这个条件 没有这个能力去逃离 那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说 想办法 把这个一些市场化的活动 要么就是转移到 不受这个官方 严格控制的地区去 那么也就是说 哪个地方 官方的势力强大 那个地方的市场 就比较萧条 那么到那些 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去来进行一些 有限的生存和经营 那实在不行 也有被逼到像越南啊 泰国啊 一些东南亚国家去就业的 像最近 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 他说他们已经决定撤资 把中国大陆的一些生意 转移到东南亚一些国家 好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暂时到这里 下面我们谈一下 滴滴事件 那其实这个话题 也是属于经济的一部分 只是说是经济当中的 一小块 那么这个问题当中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就滴滴公司 它作为管理方 它是有责任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夏博士 那你觉得 滴滴公司的责任 具体是什么 对 其实一个最主要的 就在于 它的监督的整个机制 和它的这个共享经济了 建立的这个 所违纪的这么一个 社会的基础 也就是人们的这个信任度了 大家的这个相互的这个信任 在中国的目前的情况下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第一 滴滴公司是作为一种 垄断的行业了 他因为把那个 Uber等等的 都给打败了以后 作为垄断的行业 而且有官方的 那个各种的力挺 包括那个就是 滴滴公司总裁 他的那个父亲 柳传志 在中国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是红顶商人 那么习近平呢 也在几次 对他的这个企业了 那么进行力挺 而且有很多的 中国目前的红顶商人 那么都在滴滴公司 有各种投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一个依靠权力 来实行垄断的企业 在中国行事了 他其实对消费者了 就没有太多的关心 因为他的生存的 主要的条件 不在于消费者 因为他要垄断市场 而主要在于 权力对他的支持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中国现在整个 我们前面也讲到 政治生态环境在恶化 恶化带来的社会的张力 那么社会的无序了 在不断的增加 包括像我们看到 这一公司很多人 是因为被生活所需了 他就要把自己的投资 因为汽车 其实是一种负资产 而不是一个资产 因为资产是给你带来 现金额外收入的资产 如果你每天要付他的 分期付款 或者要维修 要加油 那么这个是你的负资产 所以很多人 就加入了滴滴的行业 那么利用这种 灵活了 门槛低了 来赚点外快 但是这种因为门槛很低了 他的各方面的监控了 那么又失缺 所以在中国目前道德滑坡 那么社会的无序了 逐渐增加的情况下了 它带来各种问题 是必然的 不仅是现在 我们看滴滴所有 过去就有50多起 各种投诉它 性暴力或者性骚扰 那我相信 这种紧盆式的增长了 还会继续 这个案例呢 使我想起了 1999年 当时北大的一个 刚刚入校的新生 一个女生 在昌平校区 回昌平校区的路上 打了一辆出租车 也是被强奸杀死的 那么这种事呢 不能说滴滴 跟传统的出租车司机 就有质的区别 按道理来讲 现在随着资讯的发达 应该说这个报警 这个方面的程序 应该更加的简单 快捷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 主要的原因是报警 这个中国的报警平台 有很大的问题 像110 跟美国的911 相比的话 人家处置 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 是怎么处置的 那么我们看到过 有一次 中国的一个福建女老板 开的那个店 当有三个人 闯进她家的时候 她当时一面向911报警 一方面就开始 拿手枪准备射击 那么911的处置人员 也就会询问一些问题 我就举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中国的110报警系统 应该能够实时的指导 报警者 怎么样处置情况 而且要避免那些 繁琐的查证 就是说 要叫她提供 什么司机的那个车号 这完全非常荒谬的 在那种紧急情况下 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首先第一要解决 怎么来救援的问题 怎么样避免危险发生 所以呢 这里边要讲 滴滴打车 它有什么的这个错误 一个是它管理方面 可能有视察 缺乏足够的这种监控 和应急处置的 这样一些培训 无论是对司机 还是对公司的 这个相关的援助员工 都是缺乏足够的培训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 就是提醒了 就各行业 跟这个凡是相关的 都要引起这样的一个警惕 怎么样来让它 满足现代化需求 解决这些难题 而不是说 共享经济本身的问题 我觉得共享经济 是21世纪的一种 新的经济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 它可能会改变 这个过去上千年来 或者至少是 最近几百年了 一种经济运行模式 而且共享经济 还是方性未来 还在继续的扩展 所以夏教授 对于共享经济 这个经济形势本身 还是比较乐观的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就是滴滴公司本身 它在类似的案件当中 有50多起 就它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的了 那么我们想说的是 这个滴滴公司这种体制 在中国社会 是不是中国遇到 这么多问题 是社会本身有问题 我想是这样的 假如你是一个 传统出车司机 一般人认为 传统出车司机 会受公司的管理 比较严格 因为它对你 你开始入职的时候 它对你的家庭情况背景 各方面都有所了解 那么滴滴 或者像在美国的Uber 或者是Lift这种 好像比较管理松散 可能有的人 从来都没去过公司 都没有见过面 更没有什么集中的培训 我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通过 一些经常性的见面培训 来建立更加相关的关系 但是在美国 只要你有这个ID 只要有社安号码 这些东西就已经足够的 掌握你的所有的情况了 一旦有犯罪发生 那么这些资料 很容易就掉出来了 而且美国犯罪记录 做得非常的完整 应该说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很方便的掉出来 那中国也可以去模仿 去完善这个体系 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想加入滴滴打车 司机 那你的背景资料 都已经是在网上可以 应该在报警系统来讲 三分钟之内 就应该能够完全 掉出这些资料 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要 看了那么多外国的 电影和电视剧了 为什么不能够在 有人打响 110三分钟之内 把这个嫌疑犯的 所有的资料 掉出来 所以夏教授其实提到 是在中国共享经济 还不够完善 对 有很多管理上的 技术层面 缺险技术层面 管理方面的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夏博士 其实这个问题 你们两个都可以 来帮我们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在美国 其实也经常享受 这种共享经济的便利 那你们觉得 在美国的这种共享经济 和中国的共享经济 它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对 我觉得在美国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整个信用体系 都是比较透明的 而且我们如果 把自己的信用体系搞坏 那么我们是寸步难行 因为无论是银行 还是你要借款房子 买车子等等 他们都有自己的 共享信息的平台 所以任何一个人 如果在宾馆 在商家 如果你做了 说不到的事情的话 那么这些记录的话 可能就会成为 以后你被宾馆 或者饭店 或者商家居赶 或者不接待的理由 另外你可能拿不到贷款 或者就是银行 不为你服务等等 那么所以现在 在中国的问题在于 它没有建立起 这个规范的 社会化的 这个 就是 平价 所以中国的 很多的消费者 他可以就是 刚才 叶良讲到 他有个大市场 大市场 就是商家 可以骗你一次 他就赚钱 同样的 很多消费者 也可以就说 我骗你一次了 那么我也吃了 比如说我用 那个微小贷款的平台 用P2P的平台 那我这样一次 一年之内 我借上个十几个 二十个平台 那每个地方 我借个五万 那么可能我这样 骗一次了 那么以后 我也就不考虑 我的幸运了 所以总的来说 中国的 目前的 面临的危机 不仅仅是 就是低低的危机的问题 因为我记得 在我十几年前 我还能够回中国的时候 当时我的家人 就不要我 说从飞机场 打出自车了 去回到家里边了 我还是大城市 我还是一个男人 当然了 就说 这些出自车犯罪的话 是要劫色 劫财 或者两者兼顾 但是他就说 作为一个海外回去了 往往就是会成为 劫财的这么一个 目标了 所以在我的家乡在出了 也出现 他们把就是 在出租机车司机 把机场 下来的这些 台湾或者是香港 或者是海外的游客 有把它给就是谋杀 然后呢 劫财的这种 所以我相信 就是在中国 目前的问题在于 社会的整个 正义感的消失 暴得的滑坡 人们就在问 为什么没有 那个就是正义感了呢 为什么人们不能就是说 路见不平一声吼 那个拔刀相助了 其中有那个就是 朋友有网友 这些就出来了 因为所有有正义感的 感就是拔刀相助的 感路见不平 一声吼的人呢 其实都被共产党 全抓起来 抓到监狱里面 所以这里边呢 是一个社会问题 同时就是 那其实夏明博士呢 我感觉 他的观点和夏教授的观点 还是有一定差别 就他主要强调 共产经济的问题当中 实际上是中国社会 本身的信用问题 那夏教授你怎么看 我觉得哪怕不是 滴滴打车的司机 哪怕是一个熟人 一个在公众场合聚会 认识的一个人 说我把你晚上送回家 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而且过去的确有很多发生的 所以呢 我觉得在技术手段 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现在可以做到这样一点 就是说一个人 他身上带有某种 这个定位的功能 只要他坐上了 这个滴滴打车 或者任何一个车 他坐上车 他那个就会跟一个终端 有一种信号的连接 如果这个人很正常的回到家 那就没有问题 一段旅程就结束了 但如果在这个 一段旅程没有结束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而且出现了生命体征的 一些消失的话 那么就可以立即自动报警 就是说我觉得以后 可以有每个人身上 有一种某种装置 只要他失去了知觉 就会有自动报警 然后呢 就可以留出最后几分钟之内 他所接触的 距离最近的那个人 那几个人是什么人 这样的话呢 自动的就可以把这个资料调出来 很快的可以破案 可以抓人 好的 那么我感觉两位夏教授 对共享经济的观点有所差异 所以我们最后来一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舍千奇修景 下面博士 你觉得共享经济 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还有多大 对 我觉得中国没有这个社会道德的基础 来推动共享经济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在各个城市 当时推动所谓的共享单车 在几年前当共享单车出现的时候 那么我就那个当时就预言他一定会失败 因为当我们看到一大群人 如果他们在那个公共的街道 会把街上送的花都要逃出去 然后搬到自己家里边去 如果他们住在别人家里边 比如像我们这边B&B 如果住在别人家里边 可能把人家的马桶的盖子 或者都要偷走 倒就是吃住餐 那么一定不仅要吃这个 就是撑的就是烂饱了 他还不停止 或者就是说他要连吃带拿 那么把那个就是食品 要装在兜里面要带走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普遍的这么一个文化的水准的话了 那我觉得所谓的共享经济了 那么一定会失败 中国人说到底 总的来说 没有这个素质和这个文化 缺乏这个社会资本 因此不可能那个完善和繁荣共享 这是一种悲观的古迹 我请有请夏教授一分钟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在美国 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道德上的这种 道德上的问题总是有的 然后只是说你的制度设计 你的技术监控能力 随着这个水平提高的话 我相信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能营业费时 你比如说互联网 它既有好的东西 也有坏的东西 好人把它用在好的方面 坏人把它用在坏的方面 那么共享经济 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边 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无论在哪个国家 这个有先进的这种方式 总比落后的方式要更加有效 所以说我们要解决这些 在落后国家中出现的 这种大的问题 每当出现一个大的公共事件以后 也会做到提示 或者迫使它进行改进的 这样一个 如果它自己不加改进的话 有可能它就被市场淘汰 你像滴滴 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困境 假如说它自己不思进取 不进行大的改造 那么可能会有别的商家来替代它 好的 感谢两位夏教授 为我们提供的精彩的观点 而且他们观点是有所差异的 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共享经济 还是外资经济 在中国目前似乎都遇到了问题 但也不是完全灰暗的前程 所以到底会如何发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中国热评 那么下周五请大家 还是锁定我们的 自由亚洲电台的频道 我们下周再见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